她是日本格斗界的林志玲 被叫做日本格斗第一美女 1米74的高挑身材 让她在格斗赛场上格外吸睛 但与此同时 她的打法也十分犀利 连里迅猛的打法是她的优势 层出不成的杀招是她的特点 而今天她的对手也不简单 此人名叫门苍灵 看面前就知道这人杀气十足 整个人的压迫感非常的强 好的观众方们 两位选手已经站在擂台之上了 吃饮沙西现在举起了左手 有点嘲讽对手的意味 对手不吃这一套直接踢出一脚 被吃饮沙西接到 接着抓住脖颈 可以看出吃饮沙西开局 她对于对手的心理层面的把控 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到位 对手现在是肌腹打肺 开始揪头发了 女人直接在战争 头发是个弱点 现在吃饮沙西被揪入头发 打到雷绳旁 可以看到这边裁判 正在独秒 吃饮沙西一个反转 将对手抵在雷绳之上 现在对手双拳 帮助面部 非常谨慎 吃饮沙西在这边 给他留了个面子 摸摸他的头 有点嘲讽的意味 吃饮沙西这场比赛 对于对手的这种不屑 是体现得非常到位 这边被揪入头发了 要小心 再次放倒 女人直接在战争 这一脚是直接打脸了 俗话说的好 打人不打脸 打吃饮沙西 也是要专注于打脸 其实这对吃饮沙西来说 也是心理上的一个 巨大负担 又是踹脸 哎哟 太残暴了 现在被揪到了雷绳边 现场的观众也开始互动 冲撞 这边想来一个老牛冲撞 但是没有踢到 沙西一脚 将对手踹下擂台 非常自信的 站在脸台旁边 索要掌声 可以看出这样比赛 两部选手的活跃度非常高 很喜欢和观众互动 对手回到脸台之后 又是一个地操腿 哎哟 这边是一个 多命的蝎子尾 多命蝎子尾 夹住对手的脖颈 对手伸手 看起来想要 投降的意思 沙西还在加厉 对手表情非常痛苦 看起来对手 还想要再挣脱一下 再尝试一下